做喝看的是完全是普通的可樂 現在可以 可樂竟然慢慢復原了 時間回溯 先看完整邊 後面直接教學 這個 好難喔 好難喔 做喝看的是完全是普通的可樂 現在可以喝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喝喝看 好喝嗎 還可以啦 好渴 現在是扁的 而且這邊還是開過的 是 仔細看 接下來 就是 不可思議的時間 不可思議了 好像有鼓起來的感覺 有 有 天啊真的有 有 鼓起來了 眼睛睹大喔 眼睛睹大真的鼓起來了 回來 顯出我的功力呢 咦 口還是開著的 仔細看 在教學之前呢 我先說一下我作品裡面 還有很多免費的魔術教學 喜歡的一定要關注一下 待會把這個魔術學會以後 記得要幫我點個贊 以後呢評論一下 就評論支持兩個字 可以吧 好現在呢來開始教學 其實這個可樂呢 它是普通的可樂 但是呢我們只需要給它 加一個功而已 流先呢 它一開始拿出來的可樂呢 倒出來給大家喝的那一種 那個也是正常的可樂 只不過嘛 那個鏡頭轉移到主持人的時候呢 偷偷把它吊包了而已 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呢 來教大家如何製作這個可樂 首先呢我們需要準備一根針 看到沒有 直接呢就這樣子給它扎進去 好扎進去 我把它放掉一點 嚇死我了 好我給它放掉一些 大概放掉三分之一吧 放在三分之一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好 好放掉去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孔呢朝上 以後呢就這樣子給它擠啊 看到沒有 給它把它那裡面的氣體 給它放掉它 把它放掉它 然後呢直到它不噴為止 OK好就可以了 好這時候就差不多了 然後呢我們就拿這個透明膠呢 那透明膠就把它沾上去 實際上你們用一點點就夠了 我現在的方便教學 我就把它貼大一點點 這樣子看到沒有 好現在呢是屬於半成品的 可樂呢現在已經是扁了啊 好裡面呢差不多還有三分之二左右吧 還有這個開口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東西了 是一張紙看到沒有 我把它畫黑了 就大頭皮畫黑了 然後呢用個雙面膠 在這裡給它沾上去就可以了啊 這樣子大概沾上去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只要你這樣子一閃 哎觀眾看不注意是看不出來的 一閃它就看不出來的啊 然後呢這時候呢 你準備好了 你就可以開始表演了 拿一瓶正常的可樂拿上來 對吧 開給觀眾喝 觀眾在喝的時候呢 我們就偷偷的把這上面開過了 拿到下面來以後呢 再把這吊包過來 現在就換個道具的過來了 對吧 以後呢你就可以給觀眾看 你看這個開口了 對吧這樣 然後就可以開始表演了 你就直接這樣子搖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它裡面有氣壓了 你這樣一搖 它自動就會恢復 看到沒有它就會恢復了 那這個瓶子是恢復了 但是呢 這蓋子沒有恢復是吧 給觀眾看一下是吧 你看這蓋子沒恢復 給它瞄一眼就行了 以後呢我們就說 就直接在這裡把它拿掉就可以了 就這樣吹口氣 我們直接把這紙呢 拿掉就可以了 哎一下就好了 就還原了是吧 當然這個時候你一開呢 它就可以了是吧 你一開 哎就可以了是吧 直接倒給觀眾喝 觀眾就嚇了 精神臭亂了是吧 好學會的同學記得 幫我點個贊囉 你把這個看起來 我看一下 然後去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們的筒 我們可以拍照 你可以拍照